跟你講我開車開得很好 駕照是烤來的 按下去Google那個 跟著它前走左轉右轉 然後就走回來這樣子 那我就不回來 尤其現在很多路都改了你知道嗎 都變彎位 我真的沒辦法 常常被罰單 我說來不如坐計程車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我曾經開 說你像我所被警察 有啊 旁白哥抱抱67歲 影后路小芬 自爆是馬路三寶 不如坐計程車比較罰單便宜啊 前幾天齁 帶一些朋友去拜拜啦 那眼睛聽得怎麼怪怪 是喔 嗯 不要開怪我幫你看一下 是 淡初一幕20多年的影后路小芬 平眼本日宮修 普直尋常的髮解 再度入圍金馬六十最佳女主角 欸是什麼機緣讓她付出的 因為劇本太好了 我覺得這個禮法阿姨 她就是一個台灣媽媽 台灣的女性都是接受 然後包容 有什麼事情 有苦難言 有苦說不出 沉默 然後犧牲 奉獻 堅強 勇敢 潤性 很強 任勞任怨 這是我 在一個非常愉悅的心情的狀態之下 拿到這個劇本 尤其這麼久沒演 那通常的正常的心理狀態就說 我要很用心演 我要很努力演 那就錯了 你不能用力去演 但是你要融入那個角色的精髓 我們年紀這麼大才去學一個剪頭髮 那個筋骨上來講根本就是像你在唐崗的琴樣 學到那個手的韌帶都發揚 到現在還在發揚 第一個它要六十度嘛 手要這樣子 然後要用那個拇指操作 那這四肢手是不能動 要壓在那個剪刀的背上 在所有的美容師面前 考試耶 你叫你上台去表演給大家看 我很丟臉 他也會緊張啊 然後這樣子操作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會掉下來 剪刀就掉下來 他在片中掛上本日公修的牌子 自駕出走來一場小旅行 就不知道女明星平常自己開車嗎 跟你講開車開得很好 駕照是烤來的 按下去Google那個MAP 那個跟著他前走左轉右轉 那就走回來這樣子 那我就不回來 尤其現在很多路都改了 你知道嗎 都變彎位 我真的沒辦法 常常被人罰單 我說來不如坐計程車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有曾經開 駕密箱或什麼被警察 有啊 那一路圓環那個是雙向嘛 後來就彎位 那我就開過去啊 前面公車 他他他他他他讓我 因為你習慣性以前是可以的 而且後來就不行 真的不行 他這呢 你倒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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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說叫你說不小心滑下去 並不是說要你放下去 他就不能找替身你知道嗎 他就是我啊 那你弄不好的話 就要吊車來吊耶 那一吊都要好多時間 所以那場戲對我來講是變成是 一下子怎麼變動作片了 對 盧曉芬透露要顧87歲媽媽 平常最愛宅在家瑜伽 想當平凡人 但臣妾辦不到啊 在香港給一個鐵鐵算盤算的 他說我喜怒哀熱眼來唯妙唯俏 也就是說 這一輩子除了拍戲以外 還是拍戲 像你們上班不是也很好 這很正常啊 朝九晚五就很平凡 那你充實 那有個很安定的環境 不是很好嗎 日月潭拍凌晨喔 跟趙樹海 就在湖裡面他謀殺我嘛 就要翻船 就那個鏡頭而已 拍了一個禮拜 你知道為什麼 冬天耶 12月的時候 那冰耶 哇這個發抖抖到那個嘴唇 就變那個紫色 那個衣服上面 哇整個都濕透了 然後就NG囉 NG了就不能從來 為什麼天已經亮了 他要在那天黑朦朦亮的狀態 六十勝點耶 今年聽說很盛大 若韋對我來講就想好像是 回歸到一個金馬獎的大價體 有被金馬獎再擁抱 閃力娛樂新聞 就像在除夕夜一樣 報導